好,我们今天开始上 那我们以前讲过就说每一次介绍一本书 我上次忘记介绍 因为我们教会自己有出版一本书 那就是这一本书 你对圣像话有何了解 那这一本书是我们教会出版的 但是不是我们从头开始编辑的 那它主要的文字语言是希腊文 然后翻成很多不同的语言 那它有翻成英文 那我们再从英文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这一本书对于不了解圣像话 想了解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入门 那它里面有介绍 就是简单的神学含义 就是圣像话的神学含义 有讲色彩方面的 还有首饰 还有就是脸部的表情 代表什么神学含义 就是一般比较基本的 那我们知道圣经 它是以文字来表达这个神学 那圣像话它是以色彩 颜料来表达 当然在初期的时候 它不像这个拜占庭圣像话 画得这么华美 那它可能只有单单的就是线条来表现 就好像地屑中的这个教堂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只是很简单的线条 那它也有用磕的用浮雕 那在第一堂课我们也有介绍 圣像话就是以控 这个希腊文的含义 所以这里我就不再多解释了 那还有icongraphic 那这个圣像图画 那事实上这个圣像 这个字 那graphic 这个graphic它的希腊文是写 就是用画来写 所以它里面是一个神学的含义 就好像希腊文圣经 那我们讲说圣经 我们就会想到就是有新约旧约 可是在希腊文的 它的原文是圣血 ageagraphic 就是也是用圣血 因为很神圣的把里面的写出来 或者是圣书 它也就是翻成圣经 所以让你们了解 那我来介绍里面 一个就是我们有看到的图 那它里面 那我来介绍这一篇 我还蛮喜欢这个故事 因为我很喜欢圣像画 主要就是因为 它有神学含义 那我从小就很喜欢听故事 那我很喜欢听故事 那我自己本身也喜欢讲故事 那因为我觉得故事 它有一个很生动的 吸引人的方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圣像画 也就是刚才我介绍给你的那本书 就是你对圣像画有何了解 虽然我是说它是一个入门 可是在台湾对这个圣像画非常不了解 就算你读这一本入门的书 我觉得它是一个入门 可是你读完应该在台湾来讲 应该就算是一个高阶的 但是去到外国当然是这个太粗浅了 那如果要写圣像画 把所有都写在一本书里面 大概我觉得三千页也不够 因为我一开始 就是了解圣像画的时候 我对它里面的这个故事很着迷 还有神学 我就自己在心里夸下海口 就是说我希望我能看到的圣像画 就是我眼睛只要看到 我就能把它里面的神学含义 所有都讲出来 后来之后我去到外国 我觉得这根本是一个梦想 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我有认识很多 就是对圣像画很有研究的教授跟学者 我问他们说 你是不是看到每幅圣像画 都可以讲出它的神学含义 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每个国家 它有很多位圣徒 那又有神迹奇事 那你可能自己的一个国家 可能就讲不完了 那有些知名的不知名的 那有的在小的村落的教堂 可能是他区域性的 他会画这个圣像圣徒 不见得你就知道 所以你可能要把全世界的 这个圣像画里面都了解 透彻 是可能也有可能啦 但是至少不是说 就是二三十年可以做得到 可能要上百年才做得到 因为圣徒他会不断的增加 就好像你了解希腊 希腊他可能逛一个雅典 他有很多区域 不同的地方都有圣徒 然后你又去另外一个国家 他又有他们的其他的圣徒 又有他的这个里面的神迹奇事 所以讲不完 有些他们自己国家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圣徒是哪里 除非你去到那个教会 当地人他们才知道 所以你要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结交一些不同的朋友 然后他们会跟你讲那个圣像画 里面的内容实在是非常有趣的 那也是很好 也可以认识一些人 那多得到一些知识 那这一幅圣像画是主要讲一位圣徒 他叫做克里斯多福 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那他就是在他平常做事的时候 那就是他会做一些农务杂事 那但是因为他长得非常高大 很像巨人一样 然后他就是想说 还可不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那他就想要去帮助其他的人 可是又不知道要怎么帮助 因为他希望有一天可以来服事 就是基督这样子 那他就遇到一个修道者 就是说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河边 那边水很急 就是常常有人要渡河 可是要渡过那边 常常被河水淹死 那你长得这么高大的话 如果你可以去帮助别人 过这个河 那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服事人类 那他就觉得很好 他也这样子做了 那他常常帮助 他帮助很多人 那我们知道有一天 他就帮助了 看到有人要过河的时候 他听到小孩子在呼喊他 然后克里斯多福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他就赶快过去 把这个小孩扛在他的肩膀 要渡河的时候 他觉得这小孩很轻 轻飘飘的 那因为一个小孩嘛 像羽毛一样很轻 那他又这么高大 他就跟他渡河 渡到这个河流的中间的时候 觉得这个小孩怎么这么重啊 重的几乎他要灭顶了 他要淹到这个河里 然后他后来还是努力的 把这个小孩背过河的时候 他就问这个小孩说 你这么小 为什么这么重呢 那这个小孩子就说 我是 我是就是在希腊文就是 我们看到那个 耶稣后面有一个十字架 他有写一个 就是中文翻成自有 拥有者 那他是一个动词 他那个是是现代式 因为一般人的我是 不可能是用现代式 因为你可能还没出生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存在 你不能说我是 那可能过了一百年 你死后 那以英文来讲 你的这个是 是变成过去是 可是神是永远活着 他是一个现代式 而且他的名字是动词 一般人的名字 不会是用动词 会是用名词 那他是说我是 那个是是动词 在这个文法上 那后来他就背负着 这个耶稣过去 因为他化身 化身成一个小孩子 那这位克里斯多福 他是一个那个殉道士 因为他有被那个 这个罗马的皇帝 所逮捕了 那他要叫他 不要承认他是基督徒 可是他就是坚持他的信仰 然后可是这个皇帝 发现说 这个人长得真的 其貌不扬 所以你会看到 有两种这个圣像画画他 一个是把他画得很丑 画成这个他的头 会把他画成一个狗的头 那但是他会有拿十字架 那他还有他的手势 那这方面我们会 以后讲到殉道士会讲出来 那最后他也殉道了 所以你会看到 这本书他也有介绍一些故事 但是他并没有介绍很多 这只是出钱的介绍 好那我们再开始 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我先回答上次的问题 上次的问题我们有讲到 我看一下 我们有讲到一个 我先看看 我们有讲到那个问题 就是说教堂的两侧 圣像画有没有重复 跟这个圣壁的十二大 节庆 有没有重复呢 我看看我那个 是不是 圣像画跑掉了 等一下我找一下 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圣像画中 这就是圣壁 你也可以看得到 然后教堂的两侧 那我们有讲到就是说 他会不会重复这个圣壁 那也有人直接 他没有在 我在那个Facebook 没有看到人家回答 但是有人写email给我 那有的讲有 有的人讲没有 那有讲没有的就是说 因为有的圣壁 他没有画到十二个节日 所以他就会画 那有的讲有 是说因为那个圣壁的 这个节日太小了 看不清楚 所以他旁边会画 那正确的答案是有 但是不是因为说太小了 然后两侧就把它画大一点 让人家看清楚 那正确的是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教堂一开始 从初代传承下来的时候 他并没有所谓的圣壁 那有的称为圣帐 就是一个金字簿 就是毛巾的金 然后文章的章 那有的称为圣壁或圣帐 那并没有这个存在在祭坛前面 所以并不是因为这样子 才有或没有 他早就有这些十二大节庆 并不是因为这个圣壁来决定 刚开始没有 那也有人在这个 我的信箱问我说 那这个圣壁是哪时候开始的呢 他是大概第五世纪的时候 大概四百五六十年的时候 第五世纪中 那那个军事坦丁大帝 他让这个基督教国教化 那那时候就开始 很多就圣像化出来了 那因为你知道圣壁 是在这个祭坛的前面 那祭坛前面就主要是要领圣禅 那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地方 那我非常要尊重神 不能轻哭的地方 所以他们有一些圣徒就开始 拿这个圣像化 把他挡在前面 那有些人就会把他挡挡 挡在前面就围成一排挡住 就是以防万一不小心 人家冲过去 因为圣徒越来越多拥挤的时候 撞倒这个圣绝的话 这样子很不好 所以后来他们就制了一个矮墙 就像屏风酿 那很矮 那大概像椅子酿值高度 不会很高 那后来又有人建议说 既然有这样子一层 为什么不做两层或三层 后来才慢慢演变 到今日你所看到的这个圣壁 那所以这就是这个答案 他是有 有重复到 那并不是以圣壁 有没有十二圣像化来决定 是早期早就有这些 重大的节庆在这边 那因为是 就是在耶稣开始 这个传福音之后 他也就是在十字架受难 升天之后 那大家把这些记录起来 慢慢就会越来越多 之前是没有圣壁的 好那我们今天开始 今天的课程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 先来看一下 我们要讲的地方 我们要讲的地方 就是教堂 这边是祭堂 我们已经讲过 还有他的两侧 我们也讲过了 那今天要讲 这个不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但是讲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 这个一个门厅 它也可以称为西门廊 西边的一个门廊 那我再让你看 圣安德烈教堂 你就会比较明白 就是这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 它是有它一定的作用 我再看看 我上次还有让你们看 另外一个图 太快了 在这里 这张我上次有给你们看过 就是从教堂往 从上往下看 那这个是祭坛 这是横的 刚才那个是直的 但是没有什么差别 这边祭坛 祭坛都是朝东方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介绍 这个西方 这一面墙 那这一面墙 我刚才有讲过 前面有一个门廊 那这个门廊 我也顺便介绍一下 那这个门廊 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初代的时候 信徒 就是行圣礼仪 是在里面 那如果你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 你会发现行圣礼仪 在领圣餐之前的一些导文 那祭师就是神父 他之前会说守门守门 那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会有一些人在这边看守 那在初代信徒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破坏基督徒的 或是异端的涌进来 所以要注意这些人士 那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 只有信徒可以领 那你可能说今日也是只有信徒可以领 没错 可是当时的时候 在初期的时候 更严谨 信徒可以领 还有非信徒跟慕道者 慕道者就是将要成为信徒的 不但不能领圣餐 还要出去教会 他不能连看都不能看 今日是已经没有那么 因为宗教已经比较自由了 那没有到迫害的地步 以前甚至你成为基督徒 可能都会危险的话会丧命 所以今日就没有那么危急 那以前的话 他会说守门守门 就会请这些慕道者 全部出去在这里 连看都不能看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门关起来 他们待在外面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西门狼 那让他们停在这边 今日比较没有 今日就大家都可以进来 就算你是非信徒 像我们教会的话 你不是政教信徒 有人要来观礼 拍照 录影 都可以 因为现在宗教已经自由了 没有到迫害这种地步 所以我们是很庆幸活在这个世代 那我今天要介绍这片墙 那它有三个门 那你可以看到 有些是从中间进来的 那两侧的话 就是有时候在进行礼仪 呃 的时候 那从两侧进来 比较不会干扰到 其他的人 而且两侧的门 它是比较窄的 中间的门是比较大 那提醒你 这个是进窄门 因为呃 圣经也有告诉我们 进窄门的人比较不多 大部分的人都 进比较宽敞的门 当然是窄门是通往 呃 呃天国的地方 那它这一片 呃 我今天要介绍 这一个地方 它这一个呃 墙 它主要的就是介绍 这个耶稣二次再来 就是审判的时候 那比较靠近 右边的地方是呃 天国 那另外一边是指地狱 就是天堂与地狱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圣像画 你可以来看看这个圣像画 那这个圣像画 呃它是以这个马赛克相閑的 它并不是呃用画的 那当然这个圣像画它呃有很多不同的表表现方式 有的直接画是画在墙上的 有时候是用淡柴的 呃 那有的时候用这个它可能用石头或像 呃像牙或不同材质的把它砍进去 然后它会构图好 那这个主要你可以看到一个呃天国 然后耶稣的在这个中间呃 呃坐在宝座中 那它在审判的一个姿态 那呃当然这个圣像画 它也有不同的技法 那它也有用一种呃蜡呃 呃就是蜡烛的蜡 用这种来画 那这种是最难的 因为它这个蜡烛你画的时候 你要把它融化 那我们知道蜡烛的话 它这个蜡 灵结的话又很快速 所以你要画在墙上 它不是很容易 因为你碰到墙 它就马上灵结了 那你要画一大片 如果有有的有灵结 有的没有的话 那那个就接不起来 假如你要画呃一个脸部的话 那这个是最难的 那我们再看呃其他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呃 呃这一个呃 这一个圣像画 那它也是呃在这个呃 审判的 我把它弄大一点 你可以看到呃 呃主耶稣在上面 那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在圣壁的时候 我们有介绍 一边是玛利亚 一边是这个呃 施洗约翰 那这边呃有这个门徒 坐在这边 就好像启示录讲 讲的有门徒 还有众圣徒的审判 那你有看到天使 那呃呃 聚集在这里面 那你有看到这个魔鬼撒旦 那他呃在抓一些人把他丢到这个活海里面 那呃呃这个图像比较小 那我们等一下再看比较大的 所以你会比较清楚他里面所画的 这一幅也是呃呃 内容比较呃呃 不清楚 那我们直接跳到另外一个 他局部的 所以你会看的比较清楚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呃呃 这边是局部的 在局部之前我先让你们看一些呃 呃这个经文 因为有一些经文的话 你就知道呃呃在读这些 你就会比较清楚 我把这个以 呃呃 看到吗 it's ok it's ok 好那我来读一下 呃在这个请示录这里 呃他这边有二十章十二节 我又看见呃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审判的时候 呃那我就不一一一的读 那他们呃死的人都凭着这些呃案卷所记载着 照他们所行的哦 你要看清楚所行的不是所信的哦 呃那不是说哦我信耶呃呃呃 呃基督教我信耶稣我就得永生 呃其实有的人说哦信耶稣就得永生 其实他这个讲法并不完全正确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你不信耶稣不管信不信每个人都有永生 不管义人跟不义的人全部都有永生 不是只有信耶稣的有有永生 他是所行的 所以耶稣审判的时候不是看你所信的 那也不是也不是说哦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不用信 那就是主要看你信跟你所行出来的 有没有一字有没有表里一字那于是海 所以你把这边海要记起来 那等一下我们看图的时候你就会比较了解 在启示录20章13节 于是海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 因为呃耶稣再来要审判的时候 就是死人复活的时候 那死亡和阴间也把其中的死人都交出来 那呃就是全部的人都要复活 所以才能审判 那我们直接再跳到以赛亚书26章19节 那海交出来了 那还有哪里也要交出来 我们直接看最后一行 那个地呃交出离世的人来 所以海跟地都交出来了 那呃呃刚才我讲的说 呃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 他这边有讲 那他说呃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 都能进入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行 就是遵行不是说哦我只呃信 那你信你不遵行 所以呃这样子是无意的 所以到那日那那日是指哪一日 就是审判的日子 那必有许多人跟我说主啊主啊 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吗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 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他是奉主的名 表示他们是信徒 所以他可能他会讲道 他是神职人员或者是呃牧师神父 呃可能他都有讲道 像我也有讲道 那所以我也自己也要呃惧怕这一点 有一天呃耶稣可能会说我不认识你 然后他说我不是有奉你的名赶鬼吗 或行神迹歧视 所以不是每个人会赶鬼 会行神迹歧视 那神就会认识他 那耶稣怎么对他讲呢 他说 但我必向他们声明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 那所以你看到这一点很清楚 耶稣并没有说 哦你没有奉我的名讲道 你没有奉我的名赶鬼 你没有奉我的名神迹 行神迹歧视 耶稣没有否认这些事情 耶稣都知道他们有做这些事情 那耶稣为什么说我不认识你 你这些作恶的 因为他可能有讲道 可是他是讲他自己有利的 或者他赶鬼 为他自己所行的 那而不是呃 因着主来做呃 所以是照他所行的 不是照他所信的 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利益 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 刚才的内容 所以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这个画面中 你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吹号角的天使 那那时候就在启示录 如果有讲到 呃有天使吹号角 又七应 那又呃吹号角 有七个号角会吹响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个死的人复活了 那我们再来看这边 我把它弄大一点 你们看比较清楚 这一个你可以看到 呃鱼 那有很多鱼 那个在海里 那并不是鱼把人吃掉了 说哇身体上一条腿 或一条手的 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出现 呃好好的人 他们是很快乐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这个人手 好像一个欢迎的 因为另外一个人 也要出来了 就是被大鱼吃掉了 从海到把这些死人交出来 因为他们将要复活了 那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呃画面 那这个是地 那地在土地上 有一些怪物 那也有一些呃 他们从他嘴中吐出来 这些活的人 他们也将要复活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 那这些呃 等一下你会看到呃 比较 这一个就是呃 魔鬼撒旦 我们很容易就看出来 他的手就抓了一些人 那这就是圣经讲的兽 那有一些人呃 被他所迷惑了 所以被他所捆绑了 那呃呃 被他 将要被他吞噬呃 下去 等一下大幅一点 你会看到这些只是局部 那我们再来看 这边 这一幅的话 你就会看得呃 比较清楚呃 刚才的局部 所以刚才的局部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海 海就把这些呃 呃 使人呃 吐出来了 那这一个是撒旦 刚才我们所讲的 他所掳掠的一些 那天子吹号角 使人复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撒旦 他在引诱人 在掳掠一些人 他这些将他捆绑了 然后这一个就是那个呃 呃 我刚才讲到的 那个西门狼 那个呃 要进入这一个 这个西边的这个墙 那他有三个门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小门 是在左侧的 左侧是画地狱那个 那右侧是画呃 天国的 那他上面的圣像画就 就没有特定的 就是看你要画什么圣像画都可以 那我们再看下一幅 我先把这些关起来 嗯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幅呃 圣像画 那呃呃 这个是另外一个门 那这边是比较快乐的 就是一些呃圣徒 在圣经中呃 呃他们也会呃审判 呃审判呃这些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还有这边 在右下角这边 你可以看到 我滑鼠所指的地方 那有一个拿药指的 你们应该知道他是谁 他就是彼得 他要开启这个天国的门 进入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呃 下一堂 因为我每一堂都会问你们一个问题 那刚好这边有一个呃 问题我留给你们来打 就是这一个 突然有一个人 他拿着十字架 他是谁呢 这个在圣经中 里面呃有出现 那在别幅圣像画 他也有出现 他总是都会拿着一个十字架 那呃 让你们呃 想一想看是谁 也许你们猜不出来 但是我给你们 一个提示 你们就会猜得出来 就是耶稣受难的时候 他钉在十字架 那上面有两个道 道者 那我提示到这边 那你们应该很清楚 你们大概就知道他是谁了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幅 那这幅呃 圣像画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呃 就是天使 因为就是呃 圣经说照人所行的 那你可能说不是 就是就是看神看神的怜悯 看谁可以天路 呃进入天国嘛 是看神的怜悯 没错 但是你信的 跟你所行出来的是一致 表里一致 才是你真正的相信 如果你所信 跟你所行的是不一样 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相信 所以他就在这边衡量 看谁 比较呃 比较信主的 当然是就是真的精子 比较重 所以他就是属于天使的 那有一些是被呃 呃 魔鬼 呃 所掳掠过去的 那你可以看到 那这个呃 当然天使都是会帮我们来争战 那有一些会被魔鬼抢去 就像这些 有些犹豫不定的 他会被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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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抢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下面有七个小孩子 那呃 这一堂课我就不讲 这个七个小孩子 他是爱佛所的七位圣徒 那也是遭到呃 迫害时期 那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 这个呃 这个故事 呃 所以他会在很多地方出现 是非常呃 有名的 那以后介绍的时候 我会介绍给你们听 那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美的 他是跟那个呃 呃 呃 刚才所讲的克里斯多福 那一个圣徒同一个时期的 遭到那个同一个皇帝所迫害的 那个时期的呃 呃 那些人 那那个世界 那他们躲在这个呃 呃 洞里 那以后我有机会 我再讲这个故事 因为怕时间不够 我们再来看别幅 那这个就是呃 呃 修道院里面的呃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呃 地狱 那他这边有一个门是很小的 你进来的时候就提醒你呃 进这个窄门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这个就是呃 呃 神父他所呆的这个修道院 他是没有被迫害过 但是你会讲说 那既然没有迫害过 那为什么他的圣像画 有这样子好像呃 被毁掉 因为他这边有被火烧过三次 那是因为某些意外的事情发生 所以呃 起了三次大火 所以有的颜色会比较暗沉 就是这样子的缘故 那我们再来看 那这个也是呃 这个就是不是那个呃 圣像画是比较现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呃 他这个有这个呃 一边是这个地狱的 比较这个有沙旦 那人被他用铁链所绑住的 那这边是呃 圣徒在这边 那有一些人倾倒了 呃 掉入这个火海中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呃 大概时间控制差不多 诶 这一幅 这一幅好像没讲到 这幅你们看的也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他直接分两边 你会看到很多 就在呃 神神 呃 在审判的时候 耶稣呃 呃 是在中间 就是以君王 我就说圆顶 他是最高的那一位 他在审判 那这个就是之前讲的 非常典型的 耶稣中间 然后玛利亚 然后施洗约翰 然后这个呃 天使 然后这一边呃 呃 左边 当然 不是以我们呃 的方向来讲 就是你进入门的 面对门的方向来讲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指地狱 然后这是指天国 那这边又有这个背十字架的 就是我刚才请你们想说 他是谁 那这边就是呃 圣经所讲的这个鸿沟 为什么天国跟地狱 事实上它不是很远 只是呃 呃 有神的呃 呃 有神的地方跟没有神的地方 事实上呃 呃 呃 这都是有神的地方 只是你对神的感受 是爱 还是恨 那呃呃 如果是爱的话 就是天堂 如果是恨 或是审判的话 那就是地狱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情景 那要众圣徒 呃 一起来审判 所有的人 那今天的课 就为你们呃 呃 介绍到这里 谢谢 谢谢观看